嗨 大家好 如果今天我问你 你用智能路由器了吗 你一定会肯定的回答 我用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大家都知道 它有别于赛班系统的诺基亚手机 最大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按照我们的需要 自由的下载APP 来增加一个新功能 那么路由器可不可以 自由的下载APP 来增加我们想要的新功能 比如 游户视频前面那个又臭又长的广告 我们可不可以拦截掉 又比如 路由器可不可以像智能手机一样 下载一个VPN 让路由器实现全局的翻墙上网呢 其实这一切 在十几年前 相当于美国的华为中心 斯科东斯的一款产品 意外的让这一切 都开始实现了 故事还得从2003年年末而说起 那时候斯科公司推出了一款 入美价廉的 用软件来实现硬件功能的 无线路由器 它长这个样子 今天 它的外观也没有太大的改变 依然很有它的特色 让我们依然能够认住它来 它的当时的喜好就叫 WRIT主数据 这款无线路由器 是采用开源的Linux系统开发的故障 正因为它是用的Linux开发的故障 美国英文比达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本Working 这时候炸了出来 他要求斯科公司公开它的固件的原代码 过了一段时间 斯科公司 认为自己有义务 就公开了这个固件的原代码 以及硬件和软件之间协调工作的秘密 斯科公司 当时在美国的社会地位 就是今天中国的华为中心 那为什么还向这个无执无权的大副教授 低头认手呢 这个不得不说 美国的先进的社会制度 三权分立 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之后 签署的行政命令 被联邦法官一锤了就给打晕了 说他违宪 转款之行 而且在海关的联邦职业 立即执行 不像克朗普总统 那里当时 马上就得利用 可是没有办法 就在斯科公司 公布了这个 MVIP50G 路由器的固件 原代码之后 一大群业余的程序员们 就成立了 开放原代码社区 在中国就叫论坛 这些程序员们 就把原来价值600美元的 路由器的功能 加入到了这个 当时价值60美元的 路由器的里面 渐渐的 智能路由器 就诞生了 还要讽刺的是 就是这个 开放的原代码的路由器 顾驾到了中国之后 就变得不遵守开放协议 变成必然了 这个呢 故事远了之后 再说 OpenWIP 智能路由器系统 从字幕上就可以看出来 它就是开源的 吃喝的这款 路由器 顾驾 现在已经有3500多个 APP软件包 可以自由下载的使用 在全球广泛采用 今天 不得不提一位 网名叫小宝的机客 在智能路由器 中国本土化方面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可以让 人们像安装手机APP一样 给智能路由器 安装自己需要的软件包 下一期视频的预考 家里的旧电脑不要贴 制作独立 为的翻墙路由器 欢迎订阅 欢迎留言